1比12的場景 哈囉大家好我是Tommy 好久不見了 那今天我們來介紹一個1比12的場景 一蘭拉麵的場景 那這個是我在淘寶買的 那我們就直接把這鏡頭轉到桌面上來介紹吧 那這個就是我們一蘭拉麵的一組 就有這些東西 首先是有一張很精美的貼紙 那包含了菜單啊 還有它的LOGO 廣告單什麼的 然後它本身是沒刀膜 所以你要自己割就可以貼上去 再來是有一個燈 這個燈還蠻亮的 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這麼亮 然後用的是LR41的電池 再來是有一塊擋板 那這個擋板是放在它上面的 我們已經黏了一組給大家看 就是這樣子 然後等一下就可以放在它上面照明 本體還包含一張椅子 長這個樣子 也是蠻漂亮的 雷射切割的非常漂亮又乾淨 然後可以放在這邊這樣子 這樣給它吃飯的感覺 那最後就是我們的本體啦 這邊除了有它的這個介紹文以外 還有它的竹臉 那它本體本身是一個蠻單純的 藝人吃飯用的 有沒有是這樣子 還蠻單純的 那我最喜歡就是它這個竹臉 你看可以拉起來 模擬出這個送餐的樣子 然後竹臉本體的這個 它的材質我覺得也蠻細緻的 就蠻漂亮的 比這個價格來說 我覺得這樣子做工非常好 然後它是用斷木板製作的 然後雷射切割 對我覺得這個是 蠻物超所值的東西 在淘寶發現的 我們另外還有做一些小配件 這個是點菜單 那我就是把它縮小了以後 然後用定書機定起來 在這邊定起來 那就可以貼到這個上面 這個就是我們把貼紙都貼上去 貼紙貼在這邊 還有貼在兩側 然後還有貼在我們自己做的這個菜單 我覺得這樣子看起來就完整度就非常高 跟剛剛那樣赤裸裸的感覺 就有差 然後這樣子送餐 在這裡面送餐這樣子 那剛剛說的燈啊 就是可以這樣子玩 把它先打開 然後它這邊有一個凹槽 直接這樣把它蓋上去 這樣蓋上去以後 整個FU就來囉 有沒有 沒有開燈的話就是這樣子 有沒有這感覺不錯 那我是比較喜歡這樣子 對這個方向 看你喜歡哪邊照亮 因為它是在這樣子的位置 所以可能你要自己斟酌 對 那這個就是我覺得非常好看的 拍照起來超好看的 然後我們擺四座給大家看一下 好那這就是我們四座把它擺出來的樣子 也都開了燈 那大家看到有些燈比較不亮 是因為它快沒電了 對我覺得這個LR41 它燒電速度超快的 因為這三組電池是我昨天才買的 然後這個是前天買的 它沒電我覺得就算了 那這三組真的是超級好電了 其實我也沒開幾次 對就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 對總之就是這樣子的比例 那我手邊現在沒有大人的六吋人物 所以我用安妞來代替 然後這個是Ramant的狗狗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非常好看的 那如果是送餐的話 這樣子有沒有 安妞送餐 這樣子的感覺 那以上就是這個一蘭拉麵場景的這個介紹 那我覺得它真的是非常經濟又實惠 因為它我買一個才180塊台幣 然後我買了四個 運費的話 因為遇到雙十一 我不想把貨都擠在一起 所以我就用順豐的運費到付 那它是貨款要先給這個淘寶店家 然後運費是順豐給你付 就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那這個好處就是 它一定會把東西比較安全的送到你手上 因為它要收這個運費 然後你看到東西的時候 如果它是破破爛爛的 你也可以拒收 對這是一個保障 然後我這樣子的話 運費才126塊台幣 比這個轉運還便宜 所以我覺得這次真的是 算你淘到寶了 如果你也喜歡買這個的話 淘寶現在還有在賣 你可以搜尋12分一蘭拉麵場景 就會找到囉 好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